飞球打进 斯嘉辉一分优势成功决赛对手 莫腾斯打丢超分中带 则可他手握赛点 同时68比0领先 只要再进一颗红球 就可以完成超分 基本确保胜利 斯嘉辉尝试了干远 他也没有进 这是2024年市井赛资格赛 上届市井赛 打进半决赛的斯嘉辉 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 我们来看看斯嘉辉如何决定重生 完成逆转 并且在视频的末尾 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场比赛的彩蛋 中蛋顺利收下 莫腾斯的措施机会后 还是率先完成超分 进一步稳固胜利的咖啡没有打进 年轻的小将还是不够老练 如果稳稳打进咖啡的话 就需要两杆斯诺克 斯嘉辉即便不愿意放弃 翻盘难度也相对很大 现在斯嘉辉成功上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 我们来看看斯嘉辉 30分钟 1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35分钟 选择用粉球过度一干 不过红球还是没有较到舒服的位置 此刻不管是打顶带还是中带 角度都比较大 选择稳稳防守一干 四家辉并没有着急 关键时刻还是比较冷静 并且他分数不够 早晚也需要通过斯诺克拿到罚分才行 Nice 紧紧贴到黑球后面 四家辉做出一个高质量的斯诺克 莫腾斯没有解到被罚4分 现在桌面分数已经足够 超分的优势还没5日 几个回合就被破交了出来 莫腾斯现在应该比较后悔 刚才终结比赛的咖啡没有打尽了吧 戴口红球收下并顺利加到黑球 黄球也没有交到位 继续防守一干 不着急 中带切近并顺利加到绿球 此刻台面唯一的难点 就是库边的篮球 看一下斯加辉待会如何解决 防守一干 没想到直接意外翻进 斯加辉赶忙弹手试一下 这是运气 本球在稳稳防守一干 从北超分追到桌面只剩两颗球 现在的斯加辉应该心态比较沉稳 反而是对手多少会有些着急 毕竟搞不好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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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玄啊 白球差一点就摔带 险些功亏一篑 斯加辉还是不拼 再没有绝对把握 并且可以同时交到黑球的话 都没有必要去冒险 想要藏到黑球后面 斯加辉应该没有成功 并且还留下了机会 莫腾四远台还是不进 同时还留下了中带机会 不过白球几乎紧贴库边 看一下斯加辉能不能把握住 黑球打进 一分绝杀 斯加辉成功把比赛 进入决胜区 莫腾四中带还是不进 机会直接给到斯加辉 现在整个球形不错 并且斯加辉 手握领先优势 局势一片大好 一片大好 红球打进 确保锁比胜利 斯嘉惠一路从7比9落后的局面下 成功逆转 谢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场比赛 由塞凯姆对阵希克斯 在本局比赛中 塞凯姆轰出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杆147 这也是本届实锦赛的第一杆147 塞凯姆也加入到争夺147巨奖的行列 白插一杆拿14.7万英镑 塞凯姆的这杆147分 首先可以拿到1万英镑的147奖金 还可以拿到1.5万英镑的单杆最高价 当然前提是后面没有人再红出147分 同时 塞凯姆本场比赛10比5获胜 这也意味着他加入到冲击本赛季三大赛 轰出两杆147 得14.7万英镑巨奖的前列 局次数掉比赛推出后 现在站在冲巨奖前列的包括三位球员 三凯姆 丁俊辉和马克艾伦 球员炸散 中带还有进攻 从球员形状来看 三凯姆这一杆能够可以出中带进攻的机会 效果已经堪称完美 再来一个连打戴K 整个下方红球员一排斜线 效果十分理想 五十七 六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81 89 97 105 1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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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6 17 19 16 122 125 129 134 144 黑球收下市井赛四个赛历史上的第六杆147分诞生 也是市井赛历史上第20杆147 最平易比赛 成为产生147分最多的赛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开头说的同伴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